福利普一年一度的福利品特卖又来了 现在正与百货公司六楼卖场 进行年终家电出勤折扣 最受顾客青睐 也最热卖的还是吹风机 像是这一个原价3400块的 温控负离子护法吹风机 现场下杀1.9折 每只千元有找 民众真的很难不心动 有啊 有比往常便宜啊 平常的话像吹风机买的话 都要1000 1200 那现在都大概800到900 所以还是蛮划算 所以我就带两只啊 比较便宜啊 跟以前买差很多 我之前买吹风机台2000多 现在600多 抢便宜聪明的消费者 当然快很准 其实天杀的优惠折扣商品 还真不少 像这个网路人气商品 英国小绿无限除满吸尘器 也是卖场CP值超高的 推荐好货 说像我们的床单枕头 都可以清洗的话 但是床垫没有办法清洗 枕头你也没有办法清洗 那所以我们需要用 这样子的一个吸尘器 去借助除尘埋 不到三公斤 操作简单方便 小绿的优点多多 包括不需要换集成袋 可以拆卸清洗 而且有灯光辅助等等 网路价1880块 现在特卖8990块 而这个能记忆路线 而且会自动毁充电的扫迪机器人 原价24888块 现在只要8400就能买到 他会自己去做 侦测你们家的地形 家具摆设等等做一个记录 那而后他在出去跑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去做一个路线的规划 那扫完之后 他也会自动回来做充电的功能 超值商品多 专柜人员实在忍不住再做推荐 由于近来空气品质不佳 空气清净剂相当热卖 像这台具有清净空气与除湿功能 夜下沙到一万三千多 不买真的会堆心肝 它的压缩机部分 是采用日式的压缩机 所以它在除湿可以日出区率达到12公升 那清净机的部分 它采用的是高效能的 所以它可以绿到所谓的H1N1 像比较外面在讲PM2.5 它可以绿到最细到PM0.02 所以像这台的 以现在的活动价格上面来讲 它直接下沙到一万三千多块 在我们柜上它新品特价完 还要一万八千多 所以这次的档期下来 蛮多客人选择购买这台福利商品 数百个品项种类琳琅满目 低价出清买到可说是赚到 其实福利品的出清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但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选购 带动长红业绩 业者还推出满额里 加码促销就是希望让消费者 掏出更多荷包 消费累计有满两千五的话 我们会加送厨房的纸巾一串 那如果是五千的话会送两串 所有商品都低价促销 业者要用优惠价格占 在不景气的时候充高买气 聪明的消费者可以把握 12月5号前的特卖档期前往采购 公司行号可以添购作为摩采礼品 民众则可以换新家用品 出旧步行 批东西文蔡立华为德卫采访报道